各位朋友大家好啊 上一刻这个绿联65瓦的单化加三口充电器各项数据 我们测试的清清楚楚的 想要看这个测试视频的 咱们前面一个视频就是它的评测视频 然后我们这一期就是拆解这个文波控制的 这么极品的一个绿联的65瓦充电器 我们看看它内部的用料 还有这一根线身很柔软的一根C2C的一米五长的数据线 咱们这一期视频也要把它拆解开 我们话不多说拆解它们 我们先拆这一根C2C的数据线 这个数据线的护套部分是光面的一个塑料 下面护套部分它这是柔软的一种黑色的塑料 我们先把这里切开 数据线的两端内部都有金属的钢套把它保护着 这就是这个数据线的钢套 这是另外一面的钢套 这一面打开 这内部有一颗芯片 这上面有一个耐高温的一个绝缘胶布贴在上面的 数据线内部还灌了白色的胶体 我们把这些胶全部都清掉 清理完外面的胶水 我们就可以看到内部的一个eMarker芯片 这边是没有的 这是背面的数据线的焊接处 焊接的都是非常工整的 这一颗eMarker芯片 它的私印型号332A 来自成立于2015年一家专注于智慧能源控制技术的公司 深圳惠能泰半导体 332A是一颗USB Type-C电子标签芯片 它同时支持Type-C 2.0 USB PD 3.0 USB 4和雷电3的标准规格 自带烧写存储单元OTP 可支持多次烧写 也可以支持通过CC线引脚实现Type-C成品头 或者成品线缆的系统烧写 咱们前面拆解联想140W淡化家那根CC线 也是这一颗芯片 数据线的横接面 内部的线芯看起来也是比较粗的一种 这一层就是细胞线的同时做成的屏蔽网 这个是锡箔纸屏蔽层 数据线内部有四根抗拉绳 这五根裸露在外面的线缆为它的负极线缆 这两根粉色的线缆为它的电力传输正极线缆 这四根线为数据传输线缆 负极线缆 每一根线内部都有抗拉纤维 两根正极线内部也是一样的 有抗拉纤维 四根数据传输线缆内部一样的有抗拉纤维 这就是这一根绿连的100WCC线内部所有的用料 大家觉得这根线的做工怎么样 数据线拆解完了 我们现在就是拆着一个65W的充电器 这边是一个盖板 这边也是一个盖板 我们先把这个盖板把它撬开 这个盖板上面贴有一层缓震泡棉 这个也可以起到散热作用的 然后充电器内部的话 全部都是灌纳胶的灰色的散热胶 我们用撬帽 撬这里面有一个焊点 可以慢慢的把它撬出来 然后这一边的话 我们再撬这一个焊点 慢慢的把它撬出来 这个板子就可以拿出来了 这种充电器 不要轻易的在家里面去拆解它 很危险的啊 不要模仿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充电器的底壳 这里面贴有一张散热硅脂 很厚的 充电器的折叠插头部分 也是通过一栏一灰两根导线连接到主板上面 这边是输入端 这边是输出端 我们把这些灰色的散热硅胶都把它清理一下 这就是咱们清理下来的内部填充的散热用的灰色的硅胶 充电器侧面的缓冲泡棉 这个就是充电器主板部分 主板一共是由三片主板构成的 这边是初级的一块小板 这边是次级的一块小板 然后这个是主板 然后中间就是变压器 高压滤波电容 我给大家做一个展示 然后咱们把它全部拆散 这就是这个充电器的三块主板 这个是输入端小板 这个是输出端小板 这个是它的主控主板 我们从输入端到输出端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充电器 这个是折叠插头部分 用这个塑料盖板 用螺丝把它固定住 220V交流电 触点的输入端 用的是可吸持的金属材料 插头部分为同质的不吸持的材料 这个插头的主件 这样放在这个壳体里面 然后通过一颗螺丝 在侧边这里把它固定住 输入端一颗黑色的慢恢复保险丝 来自成立于2003年 一家在电子源基建领域 拨具实力的民营企业 深圳市蓝宝安科电子 规格是3.15安 耐压250V 属于蓝宝TPTR系列超小型保险丝 输入端的小板上面 一颗绿色的抗浪勇热敏电阻 用来防止插座浪勇电流损坏充电器 这一个厂家咱们没有查到 黄颜色的安硅 X2电容来自深圳市华兴电子 这家公司没有官网 这颗电容的规格是0.22微法 耐压300亿似伏 输入端的共膜电感 用来滤除220伏交流电内部的EMI杂波 内部磁心为绿色 用气泡线和绝缘线 两种线材进行扰滞 磁心内部达有黑色的胶水 小板背面的这颗整流桥 负责将交流电整成直流电 它的试音型号TBMR810 来自成立于2007年 以功率半导体器件为产业基础的 重庆平尾电子 这颗整流桥的规格是8安 耐压1000伏 这是这个充电器的4颗高压滤波电解电容 其中3颗来自成立于1985年的 国产老牌女电容生产厂家 湖南的爱华电子 这3个电容的规格都是22微法 耐压400伏 属于爱华电子 RK系列充电器专用电解电容 另外一颗来自成立于1980年的 一家老牌电容器厂家 台湾的封冰电子 这一颗电容的规格是33微法 耐压400伏 属于封冰的KM系列标准电容器 4颗电容的总容量99微法 这一颗就是初级输入端的一颗滤波电感 外面套有热手管进行保护 内部的磁心为黑色 用气泡线进行绕制 电流经过整流滤波 就进入这个充电器的主控芯片 芯片的适应型号是9580F1C1 来自成立于2014年生根 淡化加芯片领域全球率先推租 淡化加IC的公司 美国纳威半导体 这是一颗高频准鞋症反机式核风淡化加控制器芯片 支持QR DCM CCM和多频率混合模式操作 类似170毫欧淡化加功率开钢管 实现最高频率运行 以最大限度减小系统尺寸和重量 无损耗电流检测 高压启动和消除VDD电感器等集成功能 减少了器件的数量 以最小的外形提供一流的效率 这部分电路为这个充电器的 RCD尖峰吸收电路 两颗MLCC电容 应用在这上面 这就是这个充电器的高频变压器 上面有厂家的私印信息 外部有黄色的绝缘胶带缠绕进行保护 这一个是次级的电流输出端 这边是初级的输入端 用于输出抗干扰的贴片式陶瓷外电容 来自成立于2014年 专注于被动元器件研发生产及销售的 四川特瑞祥科技 这颗外电容的私印型号是Y1102M 规格是1000匹法 赖压400V 陶瓷外电容的上面 用于调节反馈输出电压的光电偶合器 私印型号是EL1018 来自成立于1983年 全球知名的LED生产企业台湾易光电子 这颗光偶是易光EL101X系列光电偶合器 这一部分电路就是这个充电器的次级输出部分 它与初级用这一个黑色的麦拉片进行隔离 次级同步整流部分在这里 次级的输出部分为两路降压电路 Type-C1口为一个单路的降压电路 CR口和USB-A口为共用一路降压电路 这一个芯片就是这个次级同步整流控制器芯片 它的私印型号2335G 厂家我们没有查到 配合这个同步整流控制器芯片的一颗同步整流开关NMOS 私印型号080N101S 跟初级的整流桥一样来自重庆的平尾电子 规格是赖压100V内部的导主6.5毫欧 次级两颗输出滤波固态电容 红色的这一颗规格是220V耐压25V厂家未知 另外一颗来自成立于2004年一家级 铝电容固态电容超级电容研发 制造销售为一体的企业 赵庆绿宝石电子 这个电容的规格是560V耐压也是25V 属于绿宝石BC系列 低阻抗高纹波电流充电器专用固态电容 这一颗芯片就是CECO的USB协议 以及降压芯片 它的CE型号是W3536 来自成立于2014年一家专注于 电源管理芯片领域的 数模混合芯片设计企业 珠海智容科技 这是一款高度集成的 多快充协议双口充电芯片 支持A加C双口快充输出 支持双口独立线流 内部集成的7安高效率同步降压变换器 支持PD、PPS、QC、AFC、FCP、SCP等多种快充协议 最大支持140W输出功率 集成CC、CV模式 双口管理逻辑 以及双芯片动态功率分配 外围元件、精简 是一颗完整的高性能多快充协议 双口充电解决方案 用于同步降压的两颗NMOS开关管 这边有一颗 然后背面这里有一颗 这个开关管私信型号是D40N04HL 也是重庆平尾电子出品的 这两颗开关管规格是 内压40V 内部的导主7.5毫哦 这颗就是CE口的同步降压电感 电感的底部贴有绝缘的电片 外部套有热缩管进行保护 内部的磁心为黑色 用七包线的铜丝进行绕制 这颗就是输出滤波的固态电容 外部有热手管套住进行保护 厂家是来自赵庆的绿宝石 规格是220V法 耐压25V 属于绿宝石CA系列 D主抗高纹波电流 长寿命固态电容 另外一路C2口和USB-A口的 协议及降压芯片 私信型号是SW3516P 也是来自珠海智容科技的 这是一款高集成度的多快充协议 双口充电芯片 支持A加C口任意口快充输出 支持双口独立线流 内部集成了5A的高效率 同步降压变换器 支持PPS PDQC AFC FCP SCP等多种快充协议 最大输出PD100瓦功率 具备CC CV模式 以及双口管理逻辑 外围仅需少量的器件 即可组成完整的高性能多快充协议 双口充电解决方案 用于同步降压的两颗MOS开关管 跟C1口的两颗降压MOS开关管的规格是一样的 都是屏尾电子出品的 同步降压的电感 跟C1口的电感也是一样的 底部有塑料的绝缘片 外部套有热收管内部磁性为黑色 用细胞线进行绕制 输出的绿波固态电容 一样的也是有热收管套住进行保护 也是照庆绿宝石出品的CA系列 低阻抗高纹波电流长寿密固态电容 规格一样的220微法 蓝牙25V 输出VBUS开关管 4E型号RU30D20 来自成立于2009年 一家从事硅基功率半导体研发生产销售的企业 深圳市瑞郡半导体 这颗NMOS的规格是 耐压30V 内部的导主8.5毫欧 这颗芯片就是用于功率自动分配的MCU芯片 它的4E型号是B319SH 来自成立于2015年 一家定位于MCU家的平台型芯片设计企业 深圳辉芒威电子 这颗MCU芯片属于辉芒威的F611系列芯片 具备高温耐受信号数据保持时间长 高插写次数和按字节操作等特色优势 具备高性能高集成度低功耗等特点 广泛用于在消费电子家电智能设备 电动工具和工业控制等领域 这个充电器的三块PCB板上面 都有U-Green绿年的标识 CE和C2口的连接器的细节 舌片内部为黑色光滑细腻没有毛刺 然后这是USB-A口内部为紫色的舌片 一样的光滑细腻没有毛刺 做工都是非常好的 两片侧盖板上面都有PC主人材料的标识 充电器的主壳底上面一样的有PC主人材料的标识 这个绿连65W的淡化家散充派系列三口充电器 经过评测和拆解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充电器用于各种设备充电 兼容性是很不错的 比基本充电的话长时间稳定65W输出没有问题 充电速度有保障 温度控制也是很不错的 内部用料的话基本上都是一线大厂的用料 纳威的高端和风淡化家方案 一线品牌的各种电容 散热系统也做的很到位 特别是文波控制属于极品电源 长时间充电无惧伤害我们的电子设备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 一键三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 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